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办法 谁叫你现在这么出名啊 我们武当派人越来越旺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以为我们武当派的张军宝张掌门 是一个老徒子老道士都尊称你为什么张真人 你说是不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 所以你就常常陪师傅下来喝喝茶露个面 别让别人误会啊 对对对 大事不好了 张掌门大事不好 见到你真好啊 什么事啊 我们这里竟然出了个怪物 又杀了好多牲口 我们组织了一队壮士去抓 抓了这个怪物 他们发现了一个洞口 可是没人敢进去啊 张掌门 你武功盖世 你要是做我们的带队 那就好了 那么高一顶帽子盖下来 不去都不行了 过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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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哎呦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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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还真难闻呢 难闻死了 师傅 这里没有怪物哎 可是 怎么有这么多死了的 叽叽扬扬啊 你说怪物把他们咬死 又不吃他们 搞什么鬼啊 嗯 那我们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现在没什么好做的 唯有你们自己小心点 晚上把那些牲畜关好 在屋子四周撒点硫磺 见到他也不要杀他 把他赶走就行了 赶走 赶走怎么行啊 我们得杀了他对不对啊 对啊 我可是没有本事帮你们杀了他 要杀你们自己杀 不过 我怕你们不但杀不了他 反而被他给杀了 哎呦 好了 没别的事了 撒点硫磺嘛 走走走 啊 撒零磺去 撒零磺去了啊 好 撒零磺去 好 好 师傅 这会不会是蛇魔的大蛇 我怕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要他们杀他 你师傅我不杀生的 况且那大蛇帮我解过毒 救过我 能帮就帮好了 说的也是啊 说的也是啊 但他为什么杀了这些牲畜 又不吃了他们呢 可能不大好吃吧 你少说废话行不行啊 走啊 我还不吃了吗 你还不吃了吗 我还不吃了吗 你还不吃了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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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知不知道 这次召开武林大会的武当派 什么来头啊 你不是吧 这都不知道 武当派掌门是张军宝 张军宝你认识吗 你认识张军宝 当然认识了 当年他在少林寺 一战成名的时候 我刚好在场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没有那么厉害吧 厉害 他可以一拳打死十头牛 一跃十多丈高啊 有那么厉害吗 反正三四十人 进不了他的身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们信不信啊 不信 不信 相见时难 别一难 春风无力 百瓜残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屎干 出来 你出来 我知道你一直在看着我 有没有跟着你 对不对 我还 我知道你在想我 无聊 别这样 你看看 我为你做的改造 新发型 新造型 你做什么改变 是你自己的事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亲爱的思荣 你怎么可以随便 叫人家亲爱的 我是一直情急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不用说对不起了 我求求你 可不可以放过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真的不喜欢你 别这样 别这样 你以前讨厌那个易大侠 那个贵老头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了 你看看 现在出现的你面前的 是一个焕然一新 脱胎换骨的一天行 是一个拥有独特气质 充满了书卷味的翩翩书生 易公子 你要我说什么 你才可以死心 我不会死心的 疯子 我是爱你爱疯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好不好 我来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不去 你去了就会爱上我的 神经病啊 走了 不要再跟着我了 否则 我杀了你 老板 我要住店 今天我们店都包住去了 只租给秦姑娘一个人住 秦姑娘 哪个秦姑娘 秦思荣秦姑娘嘛 就是你了 等位 就给秦姑娘准备上房 是是是 这是送给你的 我在大摩那边 见过从波兹来的外国人 他们说 把花送给女孩子 是表达爱慕之情的最好方法 为什么要包了这家店 我不止包了这家店 我把附近的店 统统都包了下来 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忍受 任何人妨碍我们俩贪心了 你看这朵花多美啊 就好像你一样 你 你不要这么感动 好不好 我都不知道以后怎么办了 我还会更加倍的对你好 谢谢 可是 我还是不能接受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 你不是被感动了吗 没有 你骗我 你明明感动的眼眶都含泪了 没有 你让我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对 你让我安静一下 我现在心里很乱 给我一点时间 好 好 你要去哪里啊 我不说了吗 给我一点点时间 从里面到外面这么长的一段距离 你还没有想清楚啊 这么点时间怎么够 够了够了够够了 你知道了 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现在在你眼前呢 有这么一份真挚的感情你不要 以后呢 就不会再遇到第二个了 哎 想当年呢 就像我深爱的女孩子 我稍一犹豫啊 她竟然嫁给了我哥 我 我不会让你再为我后悔了 我要怎样你才能明白呢 我觉得你不明白 你知道爱情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啊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跟我去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我跟你去了以后你就不再缠我了 对 不对 也对 什么对不对的 我本来想说对嘛 可是我想你对我的之爱我怎么舍得不跟你呢 所以我说不对啊 可是后来一想 只要你跟着我到那个地方去 你看到我的改变 就会深深地爱上我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两个就会相亲相爱 难舍难分 就没有什么缠不缠的问题了 所以我 有毒眼 很近的 请 叶公子 你们都出去吧 出去吧 这里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有没有特别的感觉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不错 风景很好 也蛮大的 是你的吗 以前是我的 以后是我们的 你带我来 就为了看这些 对啊 那看完了 我走了 走 你怎么能走呢 你难道看不出来啊 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你才做的呀 看不出 你以为带我来这里就能看出你的改变 可是 我看你还跟以前一样 没有任何改变啊 我还以为你带我来 是来看什么人皮面具呢 人皮面具 你怎么可能看不出来我的改变呢 这要是以前的我 我才不会建造这样一栋房子呢 那你干嘛要盖 这一切都是为你而盖的 我改变了 以前 我喜欢四处漂泊 喜欢处处为家 我走到哪里 住到哪里 我从来没想过要安定下来过的 你以前不喜欢我 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给你安全感 你跟我也不会有好的归宿 所以我想通了 女孩子都喜欢一个安定的生活 我自己虽然不是喜欢 可是为了你 我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你看看 这一切都是我为你改变的证明 还有 我会开始做计划的 以前 我对将来是从来没有想法的 现在 我会开始为将来做打算了 你看看 那块空地啊 我们可以用来养猪养鸡 还有那一块 我们可以用来种菜 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只剩下的 我们还可以拿到集社上去卖 我想你能做到吧 一千倍 你要是不喜欢养猪养鸡也没有关系啊 我 我可以看我的老本行打铁的 你知道了 明鉴山庄是以铸建闻名的 我可以在后面盖一个铸铁的炉子 宫人 宫人 喂 你能不能听我说一说 你说 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的 我真的不会喜欢你的 对不起 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你一点感动也没有啊 不 我很感动 从来没有人对我那么好 可是 我感动 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欢你 你明白吗 那你的意思是 你喜欢人家对你凶一点 没问题啊 我每天都可以把那脸对你啊 嗯 嗯 我对你说什么你都不明白 嗯 嗯 重点不是人家对你好不好 而是你自己心里是不是喜欢 你明不明白 我不明白 不明白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好 什么事啊 我是不会喜欢你的 也不能接受 那我们新开的地方呢 找一个喜欢你的女孩子 和她在一起 好好生活 我还有事 我走了 还有 什么事 不要再对我好了 我会很内疚的 你别这样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不能阻止我爱你啊 哎呀 你怎么还是这样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个样子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停止 你以前喜欢的那个女孩子 你是怎么把她忘了的 那没办法 她心里有了别人 我 我也有心上人了 你说什么 是啊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可是 我不想让你浪费太多时间在我身上 其实 我早就有心上人了 所以 才不能接受你 不 你是骗我的 我没骗你 忘了我吧 那个人是谁啊 她是谁并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了 我要去跟她决动 那我就更不会告诉你了 我喜欢她 我就不会让她受到伤害 她要受了伤害 我就会不开心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 你就不会让我不开心 对不对 所以 我根本不会告诉你 我根本不会告诉你 对不起 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们之间 是没有可能的 我本来就会不开心 我本来就会是你 在我身上的 各位小朋友 现在我念一句 你们跟着我念一句就行了 明白吗 明白 我现在读的这些叫做三字经开始 我们现在读的这些叫三字经开始 三千玺 善待人同于己 三千玺 三千玺 什么事 什么事 镇长说抓到一条大蛇 准备举行神龙大宴 想请张掌门去主持大宴 抓到蛇 不准学我说话 不准学我讲话 大宴就要开始举行了 请张掌门赶快动身 好 我马上来 好 我马上来 你们看一个那么大的一条蛇 大蛇 大蛇 这个大蛇 这个大蛇 各位各位 请 准备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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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看看啊 看这边 这边就在那里 就关在那里面 哎呀 什么没说呀 瞧瞧 大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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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真是 张掌门 你来了 很热闹 热闹好 热闹大家高兴 张掌门 来会多吃点 我吃素的 这蛇可是大五的 这条蛇可是千年的蟒蛇 营养非常的丰富 不吃实在是可惜了 不用客气 那条蛇呢 就在里面养着呢 这时辰一到 立刻生斩大蛇 镇长 上天有好生之德 不杀生行不行啊 不行 这条大蛇杀了我们多少牲畜 因果报应 正应该由此一解 因果报应不是这个意思 时辰一到 狐龙大会开始 好 师傅 是不是蛇磨的那条大蛇 肯定是啦 那么大的场面 肯定是蛇磨之王 师傅 你说不是蛇磨 那条蛇是什么 蛇磨那条大蛇 当年我跟一天行 一级风他们对付他 都对付不了 这些村民 他们怎么可能活捉他呢 我看应该不是 我看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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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应该是 我认识这条蛇 他跟我打招呼而已啊 我认识这条蛇 他跟我打招呼而已啊 我认识这条蛇 怎么现在搞成这样了 我说起来 这是一言难尽的 可以 我不是很懂 不要说的太复杂 救救我 好啊 先回答我几个问题 干嘛到处生事 煞光人家的鸡牙又不吃 不要舔我 哎呀 你的嘴巴好臭啊 喂 为什么 来 给我看看 哎哟 难怪了 有烂牙呀 一定是牙齿坏了 吃不到东西 你有没有常识啊 蛇吃东西 不用牙齿的吗 整个吞到肚子里去的 不过 烂牙对它也有影响 影响它的食欲 所以吃不下东西 对不对啊 臭蛋 救救我 我不想死 这就叫做报应 你杀人家的牲畜 现在人家会来杀你了 笨蛋 救救我 救救我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不要哭了 好了乖 不要哭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不准动 爷爷 不是没办法啊 你答应我 从此以后吃素不吃荤 改过自新 从今天开始 包括我们这里方圆一百里的地方 我马上救你 答不答应啊 臭蛋 我答应 我答应 没问题 我跟他说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大家认为如何呀 蛇的承诺 能相信吗 蛇的承诺 能相信吗 蛇的承诺 不是信他 是信我 我负责监督他 只要大家今天不吃他 我向各位保证 他以后吃素不吃肉 还要保护我们这里放约一百里的地方 如何呀 其实呢 如果我们大家今天肯不吃他的话 也是为各位积点德 总比我们烧香拜佛好得多 我看这样吧 如果谁肯不吃他 我免他子女一年的学费 免费上胎虚冠读书 一年呢 好不好 各位行不行啊 行 张大嘴 不是叫你们叫蛇 什么呀 好了 不疼了 别撒娇了 以后啊 你就是一条无牙蛇了 没关系 牙齿掉了 以后还会长出来的 喂 你要那些牙齿来干什么 你以后也不用打猎 也不用放毒 你答应过我不吃肉的臭蛋 是啊 我又没算我要吃肉 我会没有牙齿就没办法 但是很难吓唬其他动物了 你不是说我要保护父亲的安全吗 你是想耍威风是吧 我帮你装一副假牙好不好 那倒不必了 我不是说了吗 牙齿很快会长出来的 我只是觉得现在有点 有点 饿了 各位 他说他饿了 想吃东西啊 哥哥 这个苹果我不吃 我给大蛇吃 我给大蛇吃 为什么 因为大蛇答应我们吃素不吃肉 我相信他 这个苹果就是你吃素生涯的第一步 以后人家信不信你 就从这个苹果开始了 我看着我的苹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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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喜啊 你是不是练成了 是啊 我把四把剑上的剑法 全都练会了 那太好了 你叔叔曾经说过 你只要学会这四把剑上的武功 那江湖上 就没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了 对啊 这一回 我们一定可以扬名例外 希望吧 我这就去把衣服送人 买些新衣料 给你做新衣服 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 要不我来帮你送 那怎么行呢 你可是未来的武林盟主 怎么可以替人家送衣服 你等着我 我马上就回来 其实我做了那么多事 一半都是因为你 神婆 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顺顺利利开完这次武林大会 欢迎 里边请 欢迎 到里边用点茶 吃饼 欢迎 欢迎 我今天都说了好几百遍了 当然了 每来的一个客人 你都说两遍欢迎 少说一遍行不行啊 那好啊 那边跟你说 那我帮不了你 欢迎 欢迎 那到里边用点茶 欢迎 喂 这次你们不用讲欢迎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是师父的老朋友 请你好 荣荣姑娘 老朋友 是老朋友还是老相好 为什么那么说 师父一早就捧着脸 一见到荣姑娘 就像鸟一样的飞过去了 你怎么会来的 我路过 路过 怎么都好 多一个自己人 就多一个人支持我 上次你为什么好端端的走了呢 我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去办 所以 想不到你把武当派 搞得这么兴旺 我也想不到 哎 明姑娘呢 有空的话 我带你给她上乌香 怎么 怎么会是这样 慢慢再跟你说吧 其实这次开这个武林大会 是她的死寄他我的 连宝 义兄 真怕你不来啊 老朋友亲自写信给我 我当然来了 果然是好朋友 哎 我们进去喝杯茶呀 好 这位是 华山派 高天正 叩见掌门 高雄你好 明见山庄的人也来了 掌掌门 这次武林大会 请的是赫赫有名的本派 明见山庄 怎么也来了 明见山庄的名 你没有听说过吗 以前是 现在嘛 哈哈 现在怎么了 现在没落了 一代不如一代 以后不许拿明见山庄的幌子来招摇 你是不是瞧不起明见山庄 说呀 现在 还有人拿明见山庄当回事 当然了 除了张掌门以外 没有几个人了 我看你是不把明见山庄放在眼里 哼 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了 对不起 俊宝 谢谢 你累不累 还好 我刚才只是随便出了几招 不费力的 你真厉害 这一次 我们一定可以重振明见山庄的威名 希望可以 恭喜你 天宝 恭喜什么 当然恭喜你武功突飞猛进了 难道还恭喜你又喜了 你还和以前一样喜欢说说笑笑 三岁定八十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还没有介绍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 赵玉儿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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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军宝 什么时候叫大嫂啊 让你见笑了 所谓立业成家 不立业怎能成家 倒过来也行啊 成家之后再立业也可以啊 你成家了吗 我还没有对象呢 你现在是武当派的掌门 武当派近日名声雀奇 只要你愿意多少个窈窕淑女 先别说这些了 你知道我只喜欢练武 其他的一概没兴趣 你有没有空啊 你有要事吗 还会有什么啊 那么久没见 你现在武功又那么厉害 不打一场怎么算好朋友呢 好 玉儿 哎呀 我 我觉得 我觉得有点头晕 你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那我看改天好了 你照顾照顾娘要紧 放心吧 等武林大会结束之后 我们天天切梭都醒了 要不要帮你找个大夫 不用了 谢谢 我想我休息一下就应该没事了 你怎么了 好好休息一下 我没事 你刚才 我刚刚是假装头晕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去跟他比武 那什么 需要防人之人 如果 你跟他比我受伤了 那武林大会怎么办呢 不会 我们只是点到为止 互相交流武学而已 那就更不好了 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武功加速 太危险了 不会 坚保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什么事 我们要小心一点 这一次 我们一定不能失败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竟然把敌人放走 以前的秦思荣是如此的心狠手辣 切记 对待敌人的手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一个人在干嘛 没什么 一下子偷偷笑 一下子又凶巴巴 你傻了 是吗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是不是想欣赏人呢 当然不是了 那不就得了 谈个恋爱 不用一天到晚冷冰冰的 听人家说 恋爱中的人比较不一样 你变了很多 以前每一次看到我脸都是臭臭的 现在好多了 你不要乱说 是谁那么不幸啊 我说没有 是不是一前辈啊 不是 自打嘴巴啊 你说你没心上人 问你是不是一前辈 你回答我不是 又不回答我没有 那就是有了 嗯 你可好了 你有心上人了 我就快连朋友都没有了 不会吧 我看你很容易跟人混熟的 熟跟朋友是两回事啊 我跟你不是很熟 可是我当你是朋友 先别耻开话题 我正在说一季风啊 你跟他翻脸了吗 翻脸是没有 不过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多了一个女人 人要变 迟早都会变的 多不多一个人 还是要变的 那倒是啊 我也不同了嘛 只是没有你跟一季风变得那么多而已啊 我 恋爱是不是真的让人变得那么厉害 你是过来人 说来听听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 我相信不要紧啊 最主要是一前辈信嘛 关他什么事 当然关他的事了 你是他的欣赏人 让他知道了一定要把天拆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们 一前辈啊 怎么大驾光临也不通知一声 我派人去接你吗 我本来没有打算要来的 有没有知道什么地方没有人打扰 安静一点的地方啊 有啊 河边 我们到那里去谈吧 我不想别人看到我酷的样子 好啊 你说他骗我 可能他说他有心上人 是希望你不要缠着他 让你死了这条心啊 看样子又不像了 其他事情我不敢说 说到感情的事情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不知道 他说到他有心上人的时候 他的眼神又多么温柔 多么幸福 他对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过 这我就帮不了你了 我已经改变了很多 来迎合他 为什么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下场 老天爷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都是你的错 关我什么事啊 要不是你叫我 就把你走一走 别人怎么会有机会趁虚而入 你答应帮我看着他 你没有看好 你要负责 不会吧 他不喜欢你 我怎么负责 我不能拿把刀子逼他喜欢你 他喜不喜欢我 已经是七次了 我 我不要别人抢走他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 你帮我查一下 他的心上人是谁啊 你自己查 我不行啊 死容一直说 他不想再见到我 如果让他知道我去查他 他会更讨厌我的 如果不答应 有什么后果啊 有什么后果 我不知道 你想知道吗 不想 不想 这是你将功熟悉的好机会了 赶快去吧 去帮我把那混蛋找出来 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 我要让他永不潮生 怎么样 您亲自传话 我来时有别的任务 顺便把新的指示告诉你 什么指示 丞相有命令 要把张军宝干掉 为什么不说话 难道这个任务很难吗 为什么要杀他 我们好像不需要问为什么 到现在我还能再教你吗 我看你跟张军宝打得蛮热乎 这件事由你来办 一定会办得很成功的 我们不是要找岳飞 留下一物的秘密吗 杀了他怎么找呢 这件事情很好理解 秘密只有张军宝一个人知道 如果我们把他干掉的话 就好像把秘密埋藏起来一样 永远都不会有人再知道 可是 可是什么 难道你不想拿到腐心丸的解药吗 现在办事越来越不像话 越来越没有以前利索 你知道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吗 丞相会怀疑你 你也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你向我表示的最好时机 不要让我太失望了 豪无头绪怎么找啊 荣荣姑娘的口风那么紧 一定不会讲的 想找个假设的对象也没有 没有可以编 问他有什么择偶条件 顺藤摸瓜 找出真凶 你在上面干嘛 是你 我在上面就在上面了 没什么 你不要以为我跟着你 你干嘛 我又没有说你跟着我 那么紧张干嘛 不舒服啊 没有 你找我有事 是啊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有啊 你说 不过这样跟你说话 我挺辛苦的 你是让我上去 还是你下来 其实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是个女孩子 她希望找个对象 偷我帮忙 所以你知道我除了读书 跟练功之外 我什么都不懂啊 身边又没有什么女性朋友 数来数去 就只有你一个 想问问你的意见 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一般女孩子 喜欢哪种类型的男孩子 这个不一样的 有的人可能喜欢高大威猛 有的人喜欢聪明伶俐 不一样的人 喜欢不一样的类型 不能一概而论 那你那个朋友 有没有跟你说过呀 没有啊 我那个朋友很害羞的 她的嘴巴连针都炸不进去 如果不是这样 也不用我来介绍了 那谁也帮不了她 其实她跟你有一点像啊 什么 我说她跟你有一点像 就是整天都凶巴巴的 我想你们喜欢的对象 也会很像吧 是吗 这样啊 帮帮忙嘛 让她了了一桩心事 她就不会常来烦我 我也不会常去烦你啊 那你就帮她找个会说笑的 像你一样 整天话多得不得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